好继续来看到为人让幼童具有防疫力 华联市立幼儿园6号施打了儿童BNT疫苗第二剂 大约有128位的孩童由家长陪同施打 市长魏嘉贤也前往关心 提醒家长留意孩童施打后的身体状况 并且鼓励更多符合资格幼童早日完成接种 华联市立幼儿园6日开始施打儿童BNT疫苗第二剂 华联市长魏嘉贤一早前往关心 约有128位的孩童报名施打 完成施打的有96名 选择BNT的有90名 选择莫德纳的有6名 施打率近7成5 那今天我们也谢谢我们华联市卫生所 那也到了现场来帮我们幼儿施打第二剂的疫苗 那我们这一次是施打BNT的部分 那我们总共是幼儿园内有128位的孩子 来做施打幼儿施打 那我们也希望说疫苗施打之后 也要呼吁所有的家长跟所有的小朋友 一定要好好休息充分的休息 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再进行室外的活动 那这段期间也希望孩子能够多喝水 多补充一些营养的东西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在整个施打完成之后 每一个孩子的正常生活都可以恢复 那学校的生活也能够恢复 让所有的一个我们能够参加的活动 大小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那也鼓励所有的海民施打的大朋友或小朋友们 可以再趁未来这几天可以陆陆续续到 可以施打的施打站里面去做相关的一个施打 那也期许我们未来能够共同一起对抗新冠状病毒之后 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 第二季施打过程小朋友多数显得勇敢 医护人员也试着跟小朋友聊天放松转移注意力 为家前提醒家长 打完疫苗后鼓励孩子多喝水多休息 若孩子身体不适要尽速就医 此番更多孩子都能具备一定的保护力与抗体 一起尽早面对后疫情抗疫生活 记得蒋帮远华林斯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